最后 第一个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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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庞州 其实我是从一名志愿者 后来做到女子修罗队 我们的日常工作友呢 负责西湖面上的管理秩序 劝导游客不文明行为 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和帮助 配合处置一些突发事件 大约上午2点5小时 大概上午2点5小时 下午也是两个半小时 晚上也是两个半小时 那一天走下来呢 大概是15公里左右 在我们每天出去 除了带一些基本的装备 例如执法记录仪、对讲机 蓝牙耳机之外 我们每个组还会配一个药箱 里面呢就是备了一些日常的 一些急救的用品 像有防暑降温的药啊 像游客如果受伤了 我们也备一些纱布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包扎 就是亮亮感一下 稍微做一下 在西湖上 小孩子比较多 他们呢可能也会就是说 闹一些小脾气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拿出 我们的杀手锏 红小孩子们 去吧 去吧 在西湖上 一二一 因为我 从小就是 心率有点慢 所以每次体检的时候 医生都建议我要多走路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围期一个月的封闭式培训 有理论知识啊 队列训练啊 当时还有学急救知识 我最害怕的是队列训练 记得我当时第一次 参加队列训练的时候 其实那一天太阳不是很大 但是我真的很没出息地晕倒了 后来在同学们眼里 我就是一个很柔弱的女孩子 其实我不是杭州本地的 有时候呢有提产家的 然后我每次下班后 就会第一时间给我帮她打电话 工作至于 我有时候也会去西湖边转一转 每当听到一旁的游客说 哇西湖好美好干净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欣慰 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为西湖 做了一份小小的贡献 这里是不允许骑行的 只能允许推行 小朋友也下来一下 电瓶车是不允许路内的 走一点点路就好 其实我们二十一个姑娘平时都很活泼 很幽默 都很爱开玩笑 我们都会互相嘲笑对方 不过一到工作的时候 我们这群姑娘就会变得特别严肃 其实做一名女子巡逻队员 我觉得在一方面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锻炼我的意志 因为我一直想做一名 无论在内心还是外表都很坚强很帅气的女孩子 我觉得我现在自己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很酷的女孩子 另外我觉得帮助人也很快乐 这跨红桥这边打到这边 对 再走几多桥 就是说走啦 拜拜 拜拜